美国介入了台湾对外关系 以及台湾与15个友邦 现存15个友邦之间的关系 是越来越密切了 也就是说台湾在对外关系的拓展 以及维持15个友邦的关系上 更加依赖美国 没有美国不行了 第二个 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是越来越亲见台湾了 为什么越来越亲见台湾呢 大家记得吧 在今年的年初 美国的特朗普总统 还是派着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克拉夫特 而且做着行政专机到台湾来 可是这一次呢 美国到台湾来的大使 变成是美国驻帕劳的大使 而且还是偷偷地隐藏在 帕劳总统的访问团里面 美国驻帕劳大使充其量吧 就是美国外交部门里面的政筑级 派一个美国外交部门的政筑级的官员 到台湾来 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但是台湾的外事部门 而蔡英文非常的兴奋 这不是显示的 台湾把自己的对外关系 做得越来越下流吗 第三个 你可以想见台湾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深以后 美国对台湾的虚所 现仅存的15个友邦对台湾的虚所会越来越大 台湾现在的经济已经处于吃劳本的阶段 台湾的财政已经出现了困境 台湾还有多少的资源 可以提供美国跟15个友邦的虚所 这一次帕劳的大使 偷偷地夹带在帕劳总统的访问团队里面 其实对台湾不是好事 而对台湾出现了许多发生对外关系困境的一个征兆 对台湾的虚所